要關注到高雄市的特搜隊 那麼這一隻的特搜犬Roger 在沙卡康步道 邪術是找到了胡適女子遺體 堪稱一大功成 那麼高雄市長 陳其邁衛繞的時候 Roger還展現了調皮本性 當這個隊員報告救災 他就在旁邊默默的把玩具布偶咬爛了 原來從小雖然是模樣呆萌討喜 卻是個破壞王 因為虎波好動 被從這個砌毒犬的行列中 太除了轉任搜救犬 不過卻非常的稱職 在國際認證中奪下冠軍 在這一次的花蓮救災 也立下大功 高雄市長陳其邁 迎接從花蓮辛苦救災 歸隊的救難人員 他們帶領著搜救犬 深入花蓮崩塌山區 尋找失聯者 其中搜救犬Roger 可以說是一大功成 在沙卡康步道 協助找到罹難的狐姓女子 看一下位置 Roger曾經在國際 IRO級認證高級考試中 一舉拿下冠軍 是相當優秀的搜救犬 很難想像 他原本是隻棄毒犬 但因為太過活潑好動 無法盡心授紋毒品 而遭到泰除 6 DOWN Roger在訓練時相當機靈 而且長得一副呆萌的討喜模樣 私底下其實是個破壞王 很喜歡玩具球和咬棒 在市長慰勞時 他又展露出調皮本性 抓著玩具萌咬 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小布偶就皮開肉戰 但也畢竟他已經老了 然後等搜救回來的時候 他要跳上車子的時候 又有點亂笑 我幹嘛把他扶著 搜救犬Roger今年已經八歲 即將退役 這次與高雄市特搜隊 挺進花蓮救災 穿梭在崩塌大樓 與險峻山區之間 是令人敬佩的舊男英雄 記者SNG小組高雄報導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